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俄乌战争至今已延烧一年多 乌克兰国土防卫军除了挺住社会运作 更系统性的训练平民 具备急救 射击能力 以及巷弄战 反装甲火箭训练等 能立刻投入战事的技能 这些无战斗经验的民众 全部武装受训 一心只为守护家园 来看装饰特派记者来自乌克兰的报道 每个人配上一把枪 进行真枪实弹的狙击训练 他们都是没有战斗经验的乌克兰人 乌克兰的备战意识已经神龙到 他们的民间生活里面 他们的男男女女 通常18岁以上的人 都会加入这样的民间训练过程 恶务战争开打超过一年 乌克兰国土防卫军 携手各地民方组织 系统性加强一般平民的军事能力 许多民众自愿参加课程 公司也提供弹性工时 方便员工进行训练 我用了一天脱离开 今天要帮忙在这种执事 他们承受了 因为它不伤害我的工作 所以我用了一夜的军事 为了抑制这个 或如果我有几个决定的军事 在翌翌尔克兰 我必須管理我家裡 這很難 因為它是我的國家 我愛我的國家 我來臨機 為何要準備一些衛生機 實彈射擊 巷弄戰 反裝甲火箭訓練 醫療急救 甚至無人機操作 烏克蘭政府培養民方能力 成為戰時最堅強的後盾 而當今台海情勢受阻 對於剛起步的台灣民方 烏克蘭人有什麼看法 面對軍事入侵 全民齊心保衛家園 烏克蘭人相信終將迎來勝利的曙光 不過就算戰勝後仍然沒有鬆懈的本錢 唯有持續強化實力 才能防止後患 中央社記者 東宥珍 立韦夫報導 在海外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 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 分布5大洲 以台灣觀點 掌握全球脈動 新加坡華語電影節最近登場 隨著COVID-19疫情趨緩 跳脫過去3年防疫時線上放映的模式 回歸電影院播放 時間活動安排55部 來自中港台和新馬等地的作品 當中有22部台灣戲劇 包括了本日公修 以及閉幕片做工的人 售票反應熱烈 十分搶手 新加坡華語電影節熱鬧登場 10天活動廣收來自台灣 香港 中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澳門和美國等地 共55部劇情長片 紀錄長片和短片作品 今年的開幕片 是在本地製作 本地拍攝 由本地演員擔綱演出的七天 那麼我們的閉幕片 則是台灣做工的人電影版 李明順是新馬出生的藝人 所以我們今年的開幕片 跟閉幕片 兩個加起來其實都有很濃的 新加坡的本土的味道 主辦單位指出 今年台灣作品數量最多 共有22部 類型多元 選片原則 注重反映台灣本土特色 一個例子 就是 是蘇環珍這部電影 蘇環珍這樣的作品 那是霹靂布袋戲 那麼這個是非常台灣的一個 電影的一個影視的一個類型 那麼這個類型當然在台灣以外 認識他的人不多 可是我是覺得說 作為一個電影節 我們應該要想辦法 讓這些電影能夠 這樣的作品 能夠在新加坡電影節裡面 也能夠放出來讓大家看到 電影節還選了兩部台灣電視電影 電視電影一般在台灣放映後 其他海外地區的觀眾 不太有機會能看到 而隨著COVID-19疫情趨緩 所有作品都回歸電影院播放 不再向過去三年受限防疫 改採線上放映 代表活動正式走出疫情 觀眾重返電影院 電影節票房反映也比去年好 已有多個場次作為完授 莊社記者侯茲營新加坡報導 號稱印度規模最大的醫療展 日前在德里舉辦 有8家台灣廠商參展 前宮大學醫學院也派團參加研討會 就智慧醫療與各國代表交流 分享台灣經驗 已步入28屆的印度醫療展 今年有來自台灣等14國約400家廠商 展出醫療產品技術與服務 祝印度代表格寶軒以貴賓身份 共同為醫療展剪彩 格寶軒期盼這次展覽 能讓更多台灣高科技醫療設備 打進印度市場 我們包括有成大醫院還有我們上營 還有台大電這些台灣的企業隊友來參加 我們希望說藉這次的展覽能夠把我們台灣高科技的醫療的設備 跟醫學方面的這個知識能跟在這個地方的各界來分享 醫療展同時也舉辦由印度一屆智庫醫療保健之身主辦的第七屆醫療保健會議 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簡易健表示 印度已經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不時會出現少見的疾病 成大醫院希望擴大交流 有助提升學生年輕醫師的看診經驗 此外在製藥合作上可以彌補台灣藥量不足的情況 他們這邊人口數很多 所以會有很多少見的疾病 在唐科你看了好多年都沒有看到 他們這邊在一些醫學中心或是甚至在鄉下的醫院 就有很多這樣的患者 對我們在醫學生在學習或是年輕醫生在學習 這個經驗上就是很大的一個強強 另外一個是藥品的方面 因為台灣的量還是真的少 有時候我們自己開工廠或是申請進這些藥 不容易如果跟他們有一些連鎖的藥局 做一些很好的代理來一些合作 那我們不會壓太多的儲量在台灣 那隨時就可以得到世界一流品質的藥品 那對我們來講是最好的 醫療展主辦單位表示 政府醫療公共開支在GDP占比逐年增加的 情況下印度的醫療保健 近年來已成為重要的創造稅收及就業的產業 莊社記者林行健新得理報導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以及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黃家華我們再會 是黃家華華特100 在一起關於玉尼泥分補給期待 初期間就它進入了 我們在一起關於玉尼泥分補給的 我們在一起關於玉尼泥分補給的